好 继续咱们的课程啊 那我们基本的MPRs的操作 也就是所谓的LDP的那个操作呢 我们讲完了 对吧 下面呢 要讲一下真模式的MPRs 也就是LDP 它这些小的feature 小的feature 好 那第一个就是环路检测 第二个呢 MTO 第三个呢 OSP5环境中间部署MPRs 要注意什么问题 BGP环境中间部署MPRs 又要注意什么问题 那首先 环路检测不是MPRs特有的 IP网络里面有没有环路检测 也是有的 对吧 那IP网络里面环路检测 是怎么检测的 我们呢 就是野路子啊 野路子 野路子呢 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那两个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路径上面的环路检测 第二个呢 如果路径上面有环路以后 通过呢 数据包来进行什么 环路检测 那路径的环路检测 防环通过谁来防 通过路由协议来防 我们跑的各种路由协议都有各自的什么防环的方法 对不对 比如说OSPF啊 它是SPF算法呀 对吧 然后区域之间它有一个什么 就是 区域零被分割以后会有怎么样的操作 对不对 RAP呢也有六种防环方法 IP呢 也有防环的方法等等等等 那是靠路由协议 那是靠路由协议 那如果说呢 我们假如配置了错误的静态路由 汇总路由 默认路由等等等等 配置了一些错误的路由 好 这时候呢 造成你路径上面有环路以后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防止数据包呢 在网络中间一直传下去 那就要靠IP包头的什么值啊 对 那个TTL值 对不对 那TTL值它操作是怎么操作的 每经过一个路由器 减一 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减一 对不对 经过交换机减不减 一般呢 如果说阿森交换机的话 它是不减的 对不对 反正经过路由以后才会减 不经过路由 它是不会减 对吧 减到零以后呢 要丢弃 这没问题吧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这个MP2环境 那MP2环境呢 它的路径称之为叫什么 叫做LSP吧 对不对 就标签交换路径 那LSP呢 是基于什么的 昨天讲过 是不是基于路由的 因为LSP 实际上我们LFI V表里面存放的是什么信息 存放的是本地分配的标签 以及下一跳分配标签 你这下一跳是哪来的 是路由协议 制定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的LSP呢 是基于路由协议的 那所以说 那路径上面的防环 在MP2环境中间 路径上面的环路 是通过什么来防止的 通过IGP的防环机制 来防止什么 路径的环路 那听懂意思吧 来防止路径的环路 OK 那假如说配置了错误的路由协议以后 路由 那造成了路径上面有环 那就需要通过什么呢 标签头部的TTL值 来防止 数据包在网络中间一直传下去 对不对 标签头部的那个TTL值呢 跟IP头部的TTL值的功能是一样的 功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看一个操作 看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首先你把这个吧 我看看啊 把这个 你先把这个下面记一下 下面记一下 然后呢 我来给你讲什么意思 那莫尔情况下呢 Cisco 不是Cisco 就是MP2有一个操作 叫做TTL传输功能 TTL transport 提交传输功能 在MP2EU的入口呢 会将IP头部的TTL值 拷贝到标签头部 在MP2EU的出口 会将标签头部的TTL值 拷贝回 这写错了 应该是回 拷贝回IP头部 对吧 拷贝回IP头部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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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的数据包 从MP2EU外进来了以后 那是IP包标签包 IP包 IP包查FIP表 要压个标签 对不对 压个标签 那这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如果说没有这个标签的话 正常情况下 我一个IP包从这边传出去 是不是应该从TTL值5变成4啊 对吧 那在MP2EU的入口呢 会把IP包的TTL值 拷贝到标签头部里面去 把IP包头的TTL值 拷贝到标签头部里面去 好 那在传递过程中间 每个路由器看的是标签 还是看到里面的IP包部分 看到标签 对不对 看到标签 那让你看到在传输过程中间 你看到标签头部的TTL值在变 IP头部TTL值有没有变 没有变化吧 这很正常的对吧 因为就像一个包裹 在传递过程中间 你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吗 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外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他只会对外面的头部进行操作 然后到这边以后 倒数第二条弹出 弹出的话 正常情况下你从3变成几 变成2 那这时候我会把标签头部的TTL值 拷贝回IP头部 那听懂意思吧 拷贝回IP头部 但是拷贝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条件 这边扣弧 这边有一个条件的 在MPXEU的出口 将标签头部的TTL值 拷贝回IP头部 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说 当标签头部的TTL值 小于IP头部的TTL值的时候 可以拷贝回去 当标签头部的TTL值 小于IP头部的TTL值的时候 可以拷贝回去 当标签头部的TTL值 小于IP头部的TTL值 可以拷贝回去 有出口 出口 出口有一个限制 为什么有限制 等会我讲一下实验 你就明白了 实验也明白了 好 那网络中间 如果说出现了环路 路径上没有环路 那每经过一个路由器 简易 每经过路由器简易 每经过路由器简易 结了零以后 最后丢弃掉 只能看懂吧 那图很清楚的 好 那我们通常情况下 在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什么东西跟TTL最相关 什么东西跟TTL最相关 说白了 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trace root这个工具 对不对 trace root这个工具呢 跟咱们这个TTL最相关 那trace root这个工具 是怎么工作的 你知道吗 它为什么会显示那些现象 那些像 好 那么讲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IP网络的trace root 再讲一下这个标签网络 trace root 看看是怎么 它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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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